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拥有他们在麦蒂娜的奇迹催化剂 这将为一个扣人心弦的结局增加悬念 英格兰担心路西、帕克的伤势 因为他们在与加拿大的比赛中 出现了令人沮丧和错误频出的胜利 麦克罗伊与莱德被争议 发生了什么?高尔夫界如何反应? 大义新生欧文 扎尔克在加实赛中踢出37码的制胜球 帮助达特茅斯大学击败宾夕法尼亚大学 英超裁判管理机构承认 在卢伊斯、迪亚兹被判无效的禁球中 存在重大人为错误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美国拥有他们在麦蒂娜的奇迹催化剂 这将为一个扣人心弦的结局增加悬念 英国每日电讯 在罗里、麦克罗伊和帕特里克 坎特雷的球铜桥、拉卡瓦和吉姆 麦凯之间发生冲突后 莱德被的氛围完全改变了 格雷姆、麦克道尔说 麦克道尔说 这一事件给美国队提供了一个团结的理由 美国队在36小时内处于下风 但突然间有了一个可以团结在一起的事情 麦克道尔说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他相信美国队会以完全不同的心态入睡 麦克道尔支持欧洲队获胜 但他说他们的重要球员需要站出来 因为美国队在周日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并且有一些球员需要证明自己 他说 美国队在纸面上可能是一支更深厚的队伍 并且在单打比赛中可能会让人感到害怕 麦克道尔建议中下游球员 尤其是新秀们不要看排行榜 他说 他们需要非常纪律严明 英格兰担心路西 帕克的伤势 因为他们在与加拿大的比赛中 出现了令人沮丧和错误频出的胜利 英国美日电讯 英格兰对加拿大的胜利让他们感到沮丧 因为他们表现不佳 并且他们对路西 帕克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 因为新西兰首届 WXV赛事的名单即将公布 帕克只坚持了四分钟 就因脚踝受伤离场 艾米 柯坎的健康状况不是问题 他因小腿受伤 被撤出比赛23人名单 临时主教练路易斯 迪肯承认 他对球队在对加拿大的胜利中的表现 感到沮丧 麦克罗伊与莱德被争议 发生了什么 高尔夫界如何反应 英国美日电讯 如理 麦克罗伊警告美国队 他与帕特里克 坎特雷的球同激烈争吵后 世界排名第二的他 在停车场被限制住 并大声咒骂 这将在第44届瑞德杯的最后一天 为火上浇油 坎特雷在戏剧性的一天中 最后一个四人对抗赛中取得胜利 为克队提供了一线生机 将欧洲队的领先优势 缩小到12分之1比5分之1 还剩下12个单打比赛 大义新生欧文 扎尔克在加实赛中 踢出37码的制胜球 帮助达特茅斯大学 击败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联社 达特茅斯在常规赛中 以23-20的加实赛 战胜宾夕法尼亚大学 新生踢球手 欧文 扎尔克 欧文 追评为20-20 加实赛中 宾夕法尼亚未能推进任何码数 并错失了一次42码的踢球机会 达特茅斯报了上赛季 在加实赛中输给宾夕法尼亚的一箭之仇 达特茅斯的尼克 霍华德 Nick Howard 传球74码 并完成一次触地得分 还冲进了一次得分区 艾丹 赛因 Adan Singh 为宾夕法尼亚传球357码 并完成两次触地得分 但球队在上半场丢掉了三次球权 英超裁判管理机构承认 在卢伊斯 迪亚兹被判无效的进球中 存在重大人为错误 英国美日电讯 热刺在马蒂普 在商庭捕食阶段 打进一粒乌龙球后 战胜了利物浦 赢得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胜利 然而 利物浦因为迪亚斯的一粒被错误 判为越位的进球 而收到了道歉 争议产生的原因是 这个进球没有被视频助理裁判 VAR 审查 尽管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职业比赛裁判有限公司 承认了这个错误 并将对情况进行全面审查 Rockin Smith 在48-10的特拉华州立大学 胜利中取得了接球 开球回传 和球传回传的Touchdown 美联社 特拉华州立大学 在两支未尝胜计的球队之间的比赛中 以48比10击败了弗吉尼亚零七宝大学 拉基姆 史密斯表现出色 他回传和回传了两个触地得分 并接到了一个12码的传球得分 罗梅尔 哈里斯 弗里曼也有一个拦截回传得分 特拉华州立大学 在第三节控制了比赛 得到了24分 弗吉尼亚零七宝大学的 CJ布鲁克斯传球137码 并得到一个触地得分 但也被抄截了一次 并被扑倒了5次 雷·戴维斯 创下职业生涯最高记录 肯塔基大学 以33比14 击败22号佛罗里达队 多伦多星报 肯塔基 以33比14 击败排名 第22的佛罗里达 雷·戴维斯 以创生涯新高的280码 冲刺并打进4个Touchdown 肯塔基连续第三次 击败佛罗里达 六次交锋中 第四次获胜 野猫队在佛罗里达 排名第一的 东南联盟防守面前 总共获得398码 在另一场比赛中 排名第六的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以41比13 击败西北大学 德鲁 阿拉尔传出一个Touchdown 并冲进另一个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在下半场得分17分 打破了半场占平的局面 排名第八的 南加州大学 以48比41 击败克罗拉多 凯勒 威廉姆斯 传出403码 并打进6个Touchdown 梅里马克 以17比7 战胜盛兴大学 防守成为 当天的主导因素 美联社 梅里马克大学 橄榄球队 以17-7的比分 击败了盛兴大学 特雷 乔丹三世 关键时刻拦截 并返回35马达阵 使梅里马克 在第四节取得领先 多诺万 沃德利 也贡献了一次 45马冲刺达阵 梅里马克在比赛中 大量依赖他们的跑球进攻 共进行了56次冲刺 获得了225马 圣兴大学 在总马数上 超过了梅里马克 但两队 都有三次失误 古鲁姆斯 为耶鲁大学 点燃战火 在对摩根州立大学的比赛中 投出四次触地得分 以45-3的比分大胜 美联社 耶鲁大学的四分位 诺兰 格鲁姆斯 投掷了363马 并且完成了四次触地得分 带领他的球队 以45-3的比分 战胜了摩根州立大学 格鲁姆斯 还在出色的表现中 增加了87马的冲刺马 耶鲁大学在总马数上 以521-204 领先摩根州立大学 这场比赛被称为2023年NWACP和谐经典赛 并且耶鲁大学向立为杰克逊致敬 他是他们1950年的第一位黑人队长 乌鸦队将陷为大卫 奥甲伯因踝关节和膝盖问题放入伤病名单 美联社 巴尔迪摩乌鸦队因脚踝和膝盖问题将陷为大卫 奥甲伯放入伤病名单 作为回应 球队签下了线位凯尔、范诺伊 并将跑位梅尔文、戈登和宽接手拉昆 特雷德威尔从练习队提升到53人名单 奥甲伯是2022年从密歇根州被选中的二轮新秀 之前曾因跟腱受伤而受到困扰 他在本赛季的前三场比赛中出场 然后因其他伤病而被迫离场 玛丽 亚当斯在55比33击败圣地亚哥的比赛中 贡献了戴维森队七个冲刺 Touchdown中的四个 美联社 戴维森学院的橄榄球队 在周六以55比33战胜圣地亚哥 玛丽 亚当斯以169码冲刺 并打进四个冲刺 Touchdown领跑全队 梅森 谢伦贡献了114码冲刺和两个Touchdown 而库尔特、克莱兰德则以六次冲刺130码的表现 戴维森队以449码冲刺结束比赛 平均每次冲刺近11码 圣地亚哥的格兰特、塞金特完成了39次传球中的22次 总共408码 三个Touchdown没有被抄截 戴维森在2018年输给圣地亚哥时 曾创下NCAA单场冲刺记录达到749码 阿明、伍兹在马里斯特大学以34比24战胜斯特森大学的比赛中 以创纪录的38次冲球次数冲得232码 美联社 马里斯特红湖队在周六的一场大学橄榄球比赛中以34比24击败斯特森帽子队 马里斯特的阿明、伍兹冲刺了232码 成为15年来第一个冲刺超过200码的马里斯特球员 布洛克、巴格齐传球218码并完成两次触地得分 其中包括一次68码传给马特、斯蒂安齐的得分 马里斯特在第四节以31比24领先 但在斯特森五码线内失球几乎让他们输掉比赛 然而 他们能够恢复并通过以赛亚、史密斯的拦截确保胜利 各个年代的吉米、卡特的崇拜者庆祝这位前总统的99岁生日 美联社 上周末 前总统吉米、卡特庆祝了他的99岁生日 这个场合在他位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举行了一场派对 卡特是美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总统 自今年2月以来一直在接受临终关怀 他96岁的妻子罗沙琳也患有痴呆症 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派对上的参与者写了生日卡片 将送到卡特在乔治亚州普兰斯的家中 这位前总统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全球人道主义者 在他的总统任期内 他成功解救了在伊朗的美国人质 但这一成就常常被归功于他的继任者罗纳德 里根 卡特的支持者认为 他对外交和和平的关注应该成为今天的榜样 卡特的总统任期受到了高通胀和高利率的困扰 然而 一些人认为历史对第39任总统的评价 比选民当时更加友好 吉米 卡特的崇拜者们跨越世代 庆祝这位前总统的99岁生日 英国独立报 美国前总统吉米 卡特在10月1日的99岁生日前一天在亚特兰大受到庆祝 为了确保生日派对不会被国会仕途避免的政府停摆取消 卡特的生日派对提前了一天举行 卡特于1976年当选并担任美国第39任总统 任期为一届 威廉姆斯以6次传球Touchdown创下职业生涯最高记录 第8名南加州大学在科罗拉多队最后的反扑中以48比41获胜 多伦多星报 美国南加州大学USC以48比41击败科罗拉多大学Colorado的大学橄榄球比赛 USC四分位Caleb Williams传球403码 与个人职业生涯最高记录并列完成了6次出地得分 USC在第二节比赛时以34比7领先 但科罗拉多发起了一次反击 将比分缩小到只差一次得分 然而USC成功阻止了科罗拉多的一个抢断球尝试并赢得了比赛 USC在本赛季取得了5胜0负的战绩 而科罗拉多则降至3胜2负 拉森在比赛还剩40秒时封堵了一次PAT 犹他州立大学从17分落后的局面中发起反击 最终战胜了康涅迪格大学 美联社 犹他州立大学在周六从17分的落后中反弹 以34比33击败了一场未胜的康涅迪格大学比赛 康涅迪格大学有机会通过一个额外点球来颁平比分 但艾克拉森丰堵了这个踢球 犹他州立大学的贾伦 罗亚尔在比赛最后几秒钟成功地保住了一个成功的擦地球 确保了胜利 犹他州立大学的替补四分位库珀 莱加斯在首发四分位阴伤离场后 传球204码并完成了三次触地得分 康涅迪格大学在比赛开始时取得了17分的领先 并在半场结束时以17比7领先 但犹他州立大学在下半场发起反击 最终获得了胜利 克莱姆森防守表现出色 以五次爆摔和三次强制失误 击败此前不败的希拉丘兹 比分为31-14 多伦多星报 克莱姆森大学的防守 在周六对阵希拉丘兹的比赛中占据主导地位 以31-14的比分获胜 老虎队五次击倒了希拉丘兹的四分位 加勒特 施拉德 一次拦截了他的传球 并迫使三次失误 克莱姆森的进攻 由四分位凯德 克卢布尼克领导 他传出了两次触地得分 这场胜利 使克莱姆森的战绩提升到三胜二负 而希拉丘兹则降至四胜一负 克莱姆森下周将面对维克森林 而希拉丘兹将对阵北卡罗莱纳大学 普拉特投掷了两次触地得分 修斯跑进了两次 图兰大学以35-23击败了UAB 美联社 Tulain在美国竞技会议的揭幕战中 以36-23击败UAB 迈克尔 普拉特在下半场投出两个Touchdown 其中包括最后47秒的获胜Touchdown UAB在第二节取得了20-7的领先 但Tulain通过两个Touchdown反击 以21-20领先 普拉特向亚历克斯 鲍曼传了一个14码的Touchdown 将Tulain的领先优势 扩大到28-20 UAB有机会扳平比分 但雅各布 泽诺将球失误到了底线 被Tulain抢到 Tulain随后控制住比赛时间 确保了胜利 24号堪萨斯大学四分位 贾龙丹尼尔斯因背部紧张 错过了对阵三号德克萨斯大学的比赛 美联社 堪萨斯大学橄榄球队 24号先发四分位 贾龙丹尼尔斯因背部紧绷 而未能在对阵第三名德克萨斯大学的比赛中首发 球队试图治疗这个问题 丹尼尔斯并没有立即被排除在比赛之外 杰森 比恩代替丹尼尔斯首发 丹尼尔斯此前曾带领堪萨斯大学 在2021年击败德克萨斯大学 并在本赛季开始时表现出色 堪萨斯大学连续第二个赛季 取得四胜零负的开局 纽约巨人队表示 跑位索科恩 巴克利 对于周一晚上对阵西雅图的比赛 表示怀疑 多伦多星报 纽约巨人队的明星跑位索科恩 巴克利因右脚踝扭伤 而被列为对阵西雅图海因队的 比赛的可疑人选 巴克利已经进行了有限的训练 但尚未完全康复 主教练布莱恩 达博尔还宣布 左边的进攻截峰安德鲁 托马斯因腿经伤势 将连续第三场比赛缺席 巨人队在前三场比赛中 输掉了两场 而海因队则以二胜一负的战绩 并且从未在梅特莱夫体育场输过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 带来了一系列精彩分成的新闻 首先 我们看到美国队在来的杯中 遇到了一些麻烦 但是一场球同之间的冲突 却成为了美国队团结的理由 这或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变数 让比赛更加扣人心弦 接下来 英格兰队在与加拿大的比赛中 获得了胜利 但他们的表现让人感到沮丧 尤其是因为队中重要球员露西 帕克可能因伤缺席接下来的比赛 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 为球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 我们也关注到了 卢里 麦克罗伊与帕特里克 坎特雷的争议 在停车场的争吵 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对美国队来说 或许是一剂催化剂 让他们在最后一天的比赛中 更加充满斗志 在大学橄榄球方面 我们看到了一些精彩的比赛 新生欧文 扎尔克帮助达特茅斯大学 战胜宾西法尼亚大学 而雷·戴维斯 在肯塔基大学 对阵佛罗里达队的比赛中 创下了职业生涯最高记录 这些年轻球员们 展现出了出色的实力和潜力 此外 我们也关注到了前总统吉米 卡特的99岁生日庆祝活动 他是美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总统 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道主义者 他的生日庆祝活动 让人们对他的贡献和影响 再次展现出了敬意 最后 我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 不仅仅是观看新闻 你们也可以参与讨论和提问 我非常期待 听到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